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发送的这个东西 发送了多次 因为我的后台没有唤醒 没有被唤醒 它是background的 就是我点击 只有将这个 将这个server换到前台的时候 它里面代码才会运行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东西才会在哪呢 在这个server端在这 它才会唤醒这个mona update 才会运行对不对 运行这个地方 因为我发送了多次 你没有接收过来 是不是所有接收的东西 都在哪 你看我发送了多次 就是你可以这样去看 这样去逆解画个图 这个是我们的client client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server 好 现在这个client呢 发送了多次请求 多次数据给它 发送了多次啊 n次 好 发送到这个server 这个server 干些什么 因为它的 我把它的线程 background等于true 我打成了这个server在哪 server在这 它的background等于true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到后面了以后 这段代码是不会运行的 包括你的这个线程 这里面的东西 这个mona mona是update 里面是不是不会运行啊 对不对 当你这个这个程序 你看你看我们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打印句话 打印句话 在这能里面打印呢 我就在update里面打 在这个update里面打 在这打 debug.log 我打1 好 那打印1 我们这看 在这 是不是一直在打呀 好 当我把它放到后面的时候 是后面 东西没有运行了 这1有没有在打 没有打 打了 你看这地方是179个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它是 它属于我们说的 uniti 只要你两个 两个uniti 我得把它放到前面 它又回来运行 放到后面 349 没有运行了 只有把它 你看 选中某一个窗口 作为激活窗口的时候 这个update才会运行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你这个干了什么事 我们刚才就干了这件事 当你的客户端在这 因为我的server是在后台 对不对 你发送了多次请求 server是不是在这没有接收 说白了 server 你在这 你这个update没有运行 没有运行 对不对 没有运行 这个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没有接收过来 没有运行 里面东西没有接收过来 那没有接收过来 好 当我一点击 这个让这个服务器 到换到前台的时候 能接收了 比如说这个update 可以运行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地方 我看到我们的接收代码 我们的接收代码 哎 我们的接收代码 这个代码干嘛 接收拿了什么 一个袋子 这底层是拿了一个 1024的一个大袋子 对不对 你这个地方 虽然你上层没有接收啊 但是你的本机上面 你的网卡 其实都已经接收回来了 这个server的网卡 在底层 接收到 若干次了 已经接收到 我发 比如说我发了三次 你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发了两次 那你在底层的网卡 其实已经接收到两次了 仅仅是你这个地方 begin receive 没有去拿 对不对 这可以理解吧 啊 仅仅是你这个地方 没有去拿 好 现在因为我每次发送的 伺服块 长度是多少个 9个对不对 我每次发伺服的 1700X 那个地方是9个 啊 那好了 现在是两个 两次里面的 应该长度 应该是多少 18对不对 18我拿了一个 1024的袋子去装 能否将这个18个装下 能对不对 还有还有多余 对不对 那所以说 底层就不管你 这个东西是几个包 他会发现网卡里面的 数据有18个 好了 我一次性都给你拿出来了 看到没 因为你拿的是一个 1024的大袋子 现在能够将18个 数据装下来 所以说 这个地方收到的 就是一个 两次发送的 那么是不是两个包 就沾在一起去了 这就发生了沾包问题啊 啊 就发生了沾包问题 所以说 就是说白了 就是客户端多次发送 这个server没有 去及时的去取出来 没有及时的去取出来 而导致了这个沾包问题 对不对 而是在某一次 若干次的时候 在某一次取的时候 将底层的数据 一次性给取出来了 所以说就变成了这样的 一个沾包问题啊 OK 这个沾包问题 你理解了吧 啊 好 所以说有沾包问题 我们就要拆包啊 啊 那我们 啊 啊 拆一包 拆一包 是啥 对 我就要给你演示 这个沾包问题 是怎么发送的 发生的 不仅仅是 不是 不仅仅是这两个东西 就说除了一个前台 后台的演示 就比如说我的网络堵塞了 他分了两只包 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啊 对 也会占包 这只是其中之一 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 这里帮我怎么样发生占包的 那比如说网络堵塞了 或者说你的服务器卡顿了一下 上层没有接收 但是网卡接收了啊 网卡里面不会啊 网卡里面会接收到 但如果你 你发送的东西 超过了网卡的接收范围 那肯定也会丢啊 所以会丢包啊 啊 OK 好 那么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拆啊 就是说很多情况下 都会产生这个占包的问题啊 就是说 就说客户端发送了 发送了多次 网卡一次性 把这些东西都收过来了 啊 就是我上层去接收的时候 一次性把网卡里面数据 全部取出来了 那实际上是不是就变成了 哎 你看到一样样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东西了 哎 变成了这个 这个 好 小我现在有三个包 好吧 好了 底层呢 哎 底层不管你多少个包 我一下就全给你取出来 变成这里面去 啊 这就是网卡接到的 接收到的 好 这个是上层接收到的 上层 是不是 网卡接收的是一个个包 但是他又把合并成了一个 对不对 那这里面东西 我怎么把它拆开呢 所以要做标记 对不对 非常好啊 做标记 那么经常拆包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呢 就找head加body的方式 还得加body 啊 有时候如果不没有占包问题是吧 你发给我接一个 是不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但是现在是不是因为有发了 你发了 你多次发 我一次接都给他接过来了 所以都变成了把到一个大袋子里面去了 我怎么样发 所以说怎么样 就跟我们 怎样把大袋子里面的东西给拆开 拆开成 我怎么发的 你怎么接过来 好 所以说我们经常就是用head加body的方式去拆这个包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发送 发送扣单 发送这个 1707 敲70斜杠 这就是我要发送的内容 它就属于body 好 那我们在发送的body前面 还要加上head head就叫4加1加1 经常说的 4加1加1 加1 就我们昨天给大家演示的这个udp 是不是也要加个head 是有区分包对不对 好 那么经常是这样的 这4 这4 就表示我要发送body的长度 发送body的长度 就是你的1707 这个长度是多大 1707敲斜杠 那么就是我的body的长度 好 下面这个1 哎呀 我们就说这个1 这表示one command 就是哪个模块上面的 啊 一样的 第二个tue 就是第二个1啊 第二个1 就是tue command 最后一个1 最后一个1 一般的叫做状态位 就表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发送成功了 一般的就这样的 你发送一个比如说4加1加1 就说11 就比如发送一个什么东西 我发送的这个1707 就是9个长度 它的one command是1 tue command也是1 好 再加上这个1707的支付 字节流 这里面存的是 存的是啊 啊 17 17 17 07 三写一个 三个碳号 好 存的是这些东西 好 那么接着就是变成了这样的 9加1加1加上byte 啊 那么好了 这个1呢 后面还有一个1 这个1呢 就是经常的会服务器 接收到你的请求来后 会返回的一个东西给你 就是9加1 911 后面这个1 这个状态位 会自成一个 自成一个1或者0 比如说我们1 就表示发送成功 1就表示发送失败 啊 那么服务器会给你一个 ARK 说白了 就你发送的东西 发送的东西过去 那么这个状态位 经常的就是服务器 会返回的你 到底发送成功还是失败 可以去 可以理解吧 OK 好 那么比如说你 你不管你发送的东西 什么东西过去 然后服务器就会给你 反馈 什么东西过来 好 那么现在好了 有了 我们理解了 hide加body是什么意思啊 hide就是4加1加1加1 4加3个1 啊 4加3个1 那么好了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one command two command 啊 还有这个4 主要是这个4的长度 那我是不是就能够取出来什么呀 第一步我要干成什么 拆包的第一件事 第一拆包的第一件事 拆包第一件事 我就是取头吧 对不对 取头部 我先拼头部 哎 比如说不管你这个 我取的这个东西是多长 多大多小 我就先去看你这个头部的长度 够不够 啊 就变成这样 就是取头部 比如说有三 其实就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 哎 好 比如说 每一次我发送的字节牛是长度是1024 啊 乘以1024 那么好了 这个情况是也不会 啊 拆包 放下一个 好 每一次发送的都是1024乘以1024 这种是不是就不存在占包问题啊 对不对 因为你想想你每一次发送的都是1024 我接收的是 我也拿个袋袋子装 也装的是1024 那每一次我 你发一个我接一个发一个接一个 但是不可能你每次发送的都是1024吧 不可能都那么大 所以说有可能哎 你发送的时候 哎 我这个是 1028 好 那么再发送一个 哎 这个地方 又发送一个 这个1024过来 放这种 好 这是第二种情况 好 有可能还有第三种情况 哎 我发送的是1020个 好 然后后面再 后面再发送一个1024过来 有这么一些情况 啊 那样 好 那我们就取头部 比如说 哎 我这地方 我发现1024取出来 我怎么判断 它是不等1024长度呢 我是不是就把这个长度给取出来 头部给长度 我是取我们的4加1加1 多少个字节 是不是7个字节 对不对 好 那我底层就取从底部去取头部的7个字节 我一次取了1024个字节出来了 现在好了 我是不是从这个1024之间拿7个出来分析啊 分析了以后 我是不是hide的第一个4个字节 我就能知道当前消息体的长度是多少 对吧 当前消息体的长度就是1024 对不对 对不对 看到吗 长度嘛 你取出来一次能取1024个字节出来 1024节是不是包含了hide加玻璃对不对 那我就把hide一取出来就能分析出来 你当前的这个消息是1024 好 刚好 不用再去取了 你这个消息就是一个消息了 好 第二次的时候 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 你发送的字节是1028 好了 我现在取了1024个字节出来了 哎 我从那么 这1024字节是不是有四个字节头部啊 那我的头部一分析 发现你的长度是不是102变成印度类型是吧 1028 那你是不是还差四个字节才能组成我这完整的消息啊 好 我第二次我发现你差了 他说你怎么办 我再去取一次1024 比如说你第一次 其实你取的是多少 你要分两次取 就像这种情况 你第一次只能取 因为我们固定好了 就是1024对不对 第一次我取的是1024 我取的是1024 好了 我发现这个1024 你发送的是1028的长度 好了 我再取一次 我能不能再取一次 再取一次 那么好了 现在等于多少长度了 是不是2048了呀 2048个长度了 是不是能小于这个102 大于这个1028了 那是不是这两个消息 这两个字节牛是总共加起来能够组成一个消息体了 所以说啊 这样 这样我们就发现 我们其实说白了就凑拼头啊 我第一次我发现够不够 如果不够 我再去取一次 取一次 我发现能够凑成一个1028这种东西了 好了 那我从这个里面取出1024 从这儿再取四个字节出来 对不对 从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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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再截取四个字节出来 我们弄个黄色 好 比如说 从这里面 我们实际上拿了 拿了两次 实际上拿了两次 第一次呢 是1024 第二次再加上 第二次取的四个字节 是不是就等于1028 那么是不是就拼成了一个 这个完整的消息头了 好 那么剩下的这个里面 是不是还剩多少字节 1020 1020个对不对 剩1020是不是给下一个用啊 下一次又 下一次又接着按这样的分析 像102个 那我又取出来四个字节是吧 我发现下一个字节是多少 是长度是1024对不对 那么又发现它是不是又不够啊 不够是不是又取啊 再取一次 就这样 一时雷推啊 那比如说我发动的这个东西 刚好就是101010吧 那我发现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够凑一个消息头了 你剩余取了两次 还剩余一个 还够凑凑一个消息头 好 那持着就不去了 就从里面取101010个字节出来 是不是还剩十个字节 十个字节是不是又够一个消息头的长度啊 又接着又分析啊 又拿四个字节出来分析 发现 我比如说下一次就是又变成了 下次再取的时候就是1024 你这个四个字节的长度是1024 那不是当前是10个长度 这不够啊 不够又取对不对 一时雷推啊 对不对就这样的 所以说白了就是先拼头对不对 头一拼完找到了以后 我就知道我要接收的这个消息体的长度是多大多小 不够就取 有多余的就结 明白吧 够了 我就把这个消息图给转换出来 就分发到上层转换出来 不够 我就从再去取 从网卡里面去拿 直到你拼够一个消息体的长度 好 那么第一 这种情况就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第三种情况 这种情况 我刚好 我这个地方取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取的是1024个字节出来了 我拿头一来分析 发现我的消息长度是不是1020个 那发现这个消息头是不是够我这个 够我当前的这个消息啊 对不对 1020个0个吧 那你取出来是1024个字节 那好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可以 就可以返回上层 去分析这个 分析了吧 因为你够了嘛 分析消息 分析消息 因为你这个是1020个字节啊 我们hide加玻璃 那上层分析是不是根据什么分析啊 根据这两个command 对不对 根据这两个command 前面讲的一样的 UDP的一样的 就是根据这两个command 所以这个hide的目的 说白了 就是不是就在拼头 拼这个消息头啊 拆包啊 拆包 那也就是说 这个四个字节 我一打出来 我就取 就分析嘛 当前整个消息的长度是多少 我一共拿了多少 好 那么他们他这个地方 就接着 接着前面的一丝类推啊 比如说 我发现 我这个1020个字节 取出来以后 还多了四个字节出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还多了四个字节出来了 我取了1024 现在我只用到1020 我这四个字节是不是 四个字节是不是要放到下一个次里面进去分析啊 那怎么办呢 因为刚才又不臭 不够一个头 对不对 不够一个头怎么办 我再加1024 再取一次 对不对 再取一次啊 就变成了1028 1028 实则上是 你首先得拼头的七个字节 因为我发现四个字节 不够一个长度 不够一个头的长度 所以说我就要再去这个网卡里面 就拿数据 再拿1024的字节 你拿出来就等于1028 1028是不是够一个消息 够一个这个头的长度了 那我就再取四个字节出来 就是hide里面的七个字节 我就先取四个字节出来 发现长度是 发现我这个是1024 我第二个消息体是1024 1028 是不是1024 我当前是1028 取出来的是 取出来是1028 消息体的长度是1024 那是不是又够我分析一个消息了 是又凑够了一个消息了 所以此时此刻 就又能返回一个上层 返回 上层 解析 说白了啊 就是不断的去 用这个头 不断的去投 分析头 发现总的长度是否是 是否是够一个消息体 够了 拼够了一个消息起来以后 返回上层 处理 不够 接着拿 多余了 就往下一个 下一个分析里面丢 内存里面丢 啊 这个能离了吧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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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